一個主題 不再繼續講雅各書 明年就是繼續講 今天跟大家講聖誕節一個重要的主題 就是仰望君王 一間英文堂有講完 他要講前面那一段 就是馬帝福音第二章的一至十二節 剛剛我先講了後面那一段 仰望我們的君王 聖誕節誰會不快樂呢 誰會錯過聖誕節的訊息呢 我們小時候看過一個故事 就是孤寒財主 聽過孤寒財主的故事呢 到聖誕節的時候 每個人都很快樂 就為了他不快樂 因為他很孤寒 一樣東西都根根計較 所以搞到自己就很不快樂 這個不過是一個小說的故事 但是我們美國 這個禮拜大家不快樂 因為是有一個精神不正常的人 是拿著槍枝去殺死無辜的小孩子 和他們的老師 有二十個小孩子 還有幾個聖誕人 都是這樣犧牲了 有時候想到為何在 快過年的時候 在年終 張志的時候 人的心是這樣浮動 不安定呢 聖經裡面 也都有一些的人 錯過了聖誕節 是不開心不快樂的 譬如說 當時的百姓 因為羅馬的海撒下令 每一個人要回去自己的城市 來登記 要上帥 要去報帥 所以每個人都很忙碌 不只是今天的聖誕節 我們大家忙碌 當年的人是不得不忙碌 因為他要回回自己 所出生的 原籍的 那個城市去登記 和交稅 所以路上的人 都是和今天一樣的忙碌 家家戶戶 攜家戴卷的 在路上來講路 今天一樣 沒什麼事 小鐵出街 因為在飛圍上面的車 開得特別快 我今天開車來的時候 有一個人跟我同一條路 在我後面特別快 我就讓去另一條路 讓他先走 因為最怕那些要趕路的人 讓他先走 所以當時的百姓 也沒有留意到基督的降生 其次 當去到這個百利行的時候 然後客店也沒有地方 去接待約室馬利亞 沒有地方讓基督出身 如果有房間 當然已經租了出去 所以沒有地方 正如今天我們都沒有空 很多事令到我們沒有空 去教堂 去紀念主 去敬拜主 還有一些人 就是當時的民事 當希律王知道基督要降生 但他不知道在哪裡 他就召集了當時民間的祭司 民事 他們每個人一掀聖經 就掀到梅加書五章二節 就說 基督應該是降生在百利行 但是他們沒有人去 他們知道 但是不去 有些像今天的基督徒 什麼都知道 不過就不去尋求耶穌 我都知道了 不過你們去就可以了 我告訴你怎樣去 那間教堂在哪裡 你去吧 幾點鐘有聚會 我都告訴你 牧師叫什麼名字 但我不去 當時的民事祭司長 就是這麼冷漠 但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 另一個人 就是希律 希律 不單止是不得閒 不單止是沒有地方 不單止是冷漠 希律反為 心裏面是非常的不安 我們今天所讀的 馬太的第二章 第十三節 至到二十三節 我就分開這三段 和大家來分享 就是殘忍的希律和 無辜的幼童 以及我們不滅的盼望 昨天 當洗禮完之後 我們去吃東西 去一個餐廳吃東西 也有來參觀的 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 其中一個人告訴我 他說其實這些槍擊案件 要管制的是槍枝嗎 其實更加要管制的是人的心 很多精神有問題的 心理不正常的人 我們表面上可能看不出來 但什麼時候他們會有機會 會做一些傷害給人的事 我們都不知道 第一想和大家分享 這個殘忍的希律王 這個希律王 他在基督降生的時候 他殺了一批無辜的孩子 今天我和大家會分享這段經文 都是因為想到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 會有人這麼殘忍 這麼無情的 去傷害一些無辜的孩子 我們見到那些小孩子的面貌 真是好像天使一樣 這麼單純 這麼可愛 他們沒有做錯什麼事 但是一個心裡面有問題的人 或者精神有問題的人 就是這樣無辜的三位他們 當年也有這樣的人 就是希律 希律是當時的王 他向來都是一個殘忍的人 向來都是一個無情的人 向來都是心裡面沒有安全感的人 因為他不是正正式式的猶太人 不是應該做猶太人的王 但是他做了猶太人的王 因此在馬太第二章 當東方的博士 來到說基督降身在哪裡 我們知道他已經降身的時候 在第二章的第三節 希律王聽見了 就心裡不安 這一種不安是來自於什麼 他已經是王 他為什麼還要不安 我想 因為他對於自己的王位 向來都是沒有把握的 向來都自己是不應該坐在這個王位上面的 而且他自己既然是王 現在你們說有另一個王來降身 他當然心裡怕失去 多數人是怕失去自己擁有的東西 所以心裡沒有平安 他不單止沒有這個平安 他還要用一個詭計 他在暗地裡叫東方的博士尼文 那個星是什麼時間出現的 現在知道希伯利恆 但是什麼時間 查一查 大概知道這個星出現了多久 他就隱藏著一種妒忌 還有一種惡念 就是他要消滅這個降身的基督 然後這幾個博士找到了基督 這一段我們已經知道的 就是博士來到朝拜耶穌奉獻禮物 後來有天使和這些博士說 你們不要回去和希律報告 你們走 你們從另外一條路走 所以一個敬拜主的人 一個在聖誕節特別來敬拜主的人 主可能會和他說話走 另外一條路比較平安比較好 但是這個是博士的事 希律王沒有得到博士的報告 但是希律王已經有一個主意 就是要消滅基督 他隱藏著心裡那種妒忌 那種要去基督而後快的心情 然後隱藏了一段時間 見到博士不回來的時候 第十六字那裡說 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 就大大發怒 由不安到心裡那種的 怕失去了自己的某些東西 就是產生一種的妒忌 到最後他終於爆發出來 有所謂放假的憂鬱症 大家會不會有這樣的經歷呢 平時每天上班 沒空想那麼多事情 一放假的時候 特別無聊 特別空虛 特別不知道做什麼 因為平時隱藏著很多很多的問題 到有空的時候 全部都浮出來 除非希律王也都接受基督做他的王 否則他心裡總是怕失去些什麼 到最後他終於爆發出來 那種的憤怒 就令他要去殺人 這些不單止在兩千年前 聖經有這樣的事 今天都有這樣的事 很不幸 就是當人裡面壓抑著很久的那種的抑鬱 那種的不愉快 那種的妒忌 那種的不安 那種的怕失去什麼 那種的拒絕上帝 一下子完全爆發出來 於是他就落命令 十六節 警察將百利恆城裡 並視警所有的男孩 照著他所查出來的時間 兩歲以下的全部殺死 當然 當時的人口不是很多 百利恆也不是一個很大的城市 有歷史學家去研究去查考 說當時可能兩歲以下的嬰孩 或者幼童差不多就是二十個 但是一個已經是太多了 希歷王將這大概二十個 兩歲以下竟然全部殺死他 因為寧願殺錯所有的人 不可以放過耶穌 他這種憤怒 令到他錯過了聖誕的信息 錯過了福音 而且他還煩了很大的罪 殺死這麼多的人 都是因為他心裡的不安 這種不安 但願不在我們的心裡 這種不安 不知道會變成什麼 一個人不願意接受神做他的王 心裡有一種不安 總是怕失去 其次想和大家分享 這些無辜的幼童 我都在想 到底 很多人都問 在這個時候 神在做什麼 神為何容許這件事發生 如果神是存在的 神是真的 神為何容許這件事發生 這些問題 都在很多人的心裡 今天我不是告訴你 我有答案 而是說 我和聖經裡面看到的 和大家分享 這些無辜的幼童 死在百利行 今天如果我們去聖地觀光 去百利行 你會不會想到 百利行 是很多孩童 曾經被殘殺的地方 你或者不會想到 你只是想到 基督降生於百利行 但是在百利行這個地方 曾經發生這樣的慘劇 百利行在聖經裡面 第一次被提及 是在創世紀 創世紀的第三十五章 當時以色列 就是以色列國的祖宗 以色列 她的妻子 就是Rachel 就是拉傑 就是死在百利行 當時她是埋葬在那裡 她怎麼會死的呢 怎麼會去世的呢 就是在當時她難產 拉傑她難產 她要生第二個兒子 就是Benjamin 便那文 當她難產的時候 聖經創世紀三十五章 十八節那裡說 她將近要死 拉傑這個母親將近要死 她的靈魂要走的時候 拉傑說 你叫這個兒子的名 她跟以色列說 以色列你要叫這個兒子的名 叫做 賤厄利 賤厄利 但是以色列說 不要叫他做賤厄利 要叫他做賤厄文 Benjamin 賤厄利的意思就是 son of my sorrow 是令我憂愁的兒子 但是以色列說 不要叫他做令我憂愁的兒子 要叫他做son of my right hand 我右手的兒子 意思就是說 右手 在右手邊的地位是最重要的 即是說 這個是我很重要的兒子 是我要高舉的兒子 不要被難過留在你心裏面 這個兒子出生之後 我們都不要讓這個兒子承受 因為他的出生而媽媽死了 這一種的壓力 我叫他做Benjamin 我叫他做右手的兒子 即是說我要高舉這個兒子 我要好好地對這個兒子 所以第一點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一百里行的悲劇 本來是一場悲劇 本來我們可以用一個很消極 很悲哀的心情去面對 但是以色列說 不要叫他做便我利 要叫他做便我利 但是我們看回馬太福音這一書 每一件事的發生 今天和大家說這三件事 無論是基督被帶到埃及 來躲避希律王的殘殺 或者這一書的 伯利行那些嬰孩的死亡 都已經在聖經舊約的預言裡 這一書 馬太的第二章 第十七節那裡說 這就應驗了先知耶利米的說話 耶利米說 在拉馬聽見浩圖大哭的聲音 是拉傑哭他的兒女 不肯受安慰 因為他們都不在 耶利米這樣說是說什麼事呢 是說當時的猶太人 被巴比倫所攻打 所努力的時候 拉傑早已經死了 但是對以色列人說 拉傑可以說是他們的所謂國母 即他們的國父或者founder就是以色列 而國母就是以色列的太太拉傑 所以這裡說拉傑在那裡哭 其實就是說以色列的母親都在那裡哭 因為他們的子女將要做俘虜 將要被奴去巴比倫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再回來 他們亡國了 所以大家都在那裡哭 但是耶利米不僅僅是說這件事 耶利米當然是目睹了他的同胞秘魯 是很悲慘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我們揭開耶利米書三十一章 我們將它讀完 你卻是會發覺 其實神會帶他們回來 這些今天被老去的人 神會帶他們回來 所以在黑暗中仍然是有良國 仍然是有盼望 但是當這些悲劇發生的時候 每一個人在那裡哭 在那裡哭 因為拉傑不肯受安慰 他的兒女都不再了 只不過在人的悲劇裡 神是為人預備了救恩 神是說將來這些百姓會回來 仍然有所謂愚民 剩下的百姓會回來這個地方 痛苦是會成為過去 接下來說這些嬰孩 這些百利行性的嬰孩是無辜的 他們被殘忍的希律王所殺害 被心理不正常的人所凶殺 但是他們又得到什麼呢 在天主教裡 我們不是天主教 我們是基督教 在天主教裡 一個節日叫做 Holy Innocence 叫做諸聖嬰孩 慶日 或者諸聖嬰孩的慶祝的日子 就是說這一批小孩子 在天主教的傳統裡 認為他們是第一批的信徒者 第一批為耶穌而死的人 沒錯 耶穌自己本身都不過是一個嬰孩 但是這一批的嬰孩是因為耶穌而死的 耶穌沒有去殺他們 希律要殺耶穌 所以連他們都殺了 因此天主教的傳統說 這一批人是第一批的信徒者 或者我們不同意天主教的神學 但是實實在在 這一批的嬰孩是無辜的 他們都未曾到能夠分辨是非的年齡 他們沒有做錯什麼事 但是卻被希律所殺死 對於這些人 如果我們將他們當為為主信徒的人 事情就比較容易明白 因為福音第八章四十四節說 耶穌說你們的父魔鬼是殺人的 他從起初就殺人 耶穌集備那些法理財人 民事、祭司長等等 魔鬼是要兇殺 是要偷竊 是要陷害人 有黑暗的勢力在世界上 但是耶穌要叫我們得生 在啟示錄的二十一章說 將來神要拆去我們一切的眼淚 是不再有死亡悲哀 那些無辜犧牲的人 神是公義的 神會照他的公義去對待他們 這一批小孩子 如果說他們是為了耶穌的緣故而被殺 我相信耶穌也不會不理會他們 但是這件事給我們看到罪惡的可怕 看到世人的悲哀 這樣的聖誕節還有什麼快樂呢 我們再看最後一點 就是我們仍然有一個沒有消失到的盼望 在馬太的第二章十九節開始 講到要應驗的第三件事 其實馬太很喜歡講這件事 就是應驗了什麼的語言 所以今天應驗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基督將要去到埃及 而神有一天要叫基督在埃及出來 就好像摩西是神叫他在埃及出來 還帶以色列八成一起出來 第二件事應驗的 就是這些孩子們無辜的犧牲 帶來給伯利恆的媽媽很大的悲哀 如果不是在主裏面 世界真的充滿了苦難 第三就是耶穌將會被稱為一個拿薩辣人 我們看回第二章的十九節 在這樣的一個黑暗的世代裏面 一個這樣殘忍一個無理性的人 在樹做猶太王的時候 神在樹做什麼呢 我們會問神啊 你在做什麼事 你在哪裡 就這三件事 早已經有聖經的預言 我們就知道其實一切都在神的掌握當中 神早已經知道人要做什麼事 神也有所安排 十九節那裡 希律死了之後 有主的使者在埃及 向約瑟夢中顯然 說 喜來帶著小孩主和母親回到以色列 因為要害他性命的人已經死了 我們就見到 神不僅僅在以色列 神不僅僅在伯利恆 神也都在埃及 神在埃及叫天使向約瑟顯然 這個盼望並沒有被人消滅 希律王不能夠殺死基督 基督後來的被釘十字架 是出於神的旨意和安排 但是神一樣可以在埃及對約瑟顯然 告訴他這個時候你可以回去 其次當約瑟真的要回去以色列的時候 他發覺情況並沒有好處 在第二十二節那裡講到 有一個人叫阿基勒 阿基勒就是希律王的其中一個兒子 阿基勒的為人 比希律王是有過之無不及 是更加殘忍 殘忍到一個地步 當時的百姓去到羅馬那裡控告他 說這個人 你們派他來管理我們 這個人太殘忍 阿基勒一上任就殺了三千個人 這三千個人都是他心裡有一種疑忌 有一種不安跟他父親一樣 所以要殺很多人 來控制著百姓 來讓百姓知道 你不可以造反 因此約瑟見到阿基勒接著他父親做了猶太的王 他害怕 然後主向他顯然 神在埃及向他顯然 神一樣在以色列向他顯然 神在外邦向他顯然 神在猶太一樣向他顯然 告訴他 那你就不要在這裏 你去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神在做緊工 我相信 我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如果神願意我們離開這個世界 神會讓我們離開這個世界 離開這個世界 我們是與主同在 好得無比 但是神如果不要我們 在這個時候離開這個世界 任何事都不能加害於神的兒女 基督釘十字架的日子還未到 祂還要去宣揚福音 祂還要向人來證明神的慈愛 神的聖結 事後未到 因此神是告訴約瑟 你不要在這個地方 於是 約瑟環境所迫 去了加利利 去了拿撒勒 應驗了舊約的預言 這些是說的 到了所成名叫拿撒勒 就住在那裏 有時我想 為何 我問為何 為何 神要給祂的兒子耶穌 在埃及 住一段時間 為何 神要被這些幼童犧牲 讓希律殺了他們 又為何 神要被基督做一個所謂 拿撒勒人 因為做拿撒勒人 不好嗎 不好 後來當耶穌出來傳道的時候 有一個人 他說拿撒勒 還能出什麼好東西 一聽到 他們就拒絕耶穌 為何耶穌選一個被人 看不起的地方 來在那裏長大 每一件事 原來都有神的旨意 其實 教育聖經並沒有說到 基督要在拿撒勒長大 但是 卻有兩種可能的解釋 第一種的解釋就是 這個拿撒勒 在希伯內文的讀音 這個地方名 就好像 在以賽亞書第十一章 第二節那裏所說的 就是基督好像一個根 或者一個苗銳 出生在肝的地方 拿撒勒的發音 和一個苗銳 或者一個枝子的發音 是一樣的 意思就是說 耶穌在很艱難的環境裏長大 這樣應驗了舊約的語言 耶穌並沒有選擇 出生在一個皇宮裏面 並沒有一出生 就有很多人去擁戴祂 很多人愛祂 很多的人 來給祂很多條件 耶穌經歷和我們一樣 各樣的艱苦和時貪 甚至乎 祂比我們更加的被人所藐視 拿撒勒 是羅馬軍隊駐紮的地方 所以猶太人很討厭 拿撒勒這個地方 因為他說 拿撒勒人 既然被羅馬軍隊駐紮 你們都不是中心的猶太子民 而且因為羅馬軍隊駐紮 所以很多外邦人 外人 在那裡來往 在那裡出入 因此 住在拿撒勒的人 是被猶太人所藐視的 耶穌就是在這樣的城市裡長大 而到祂出來傳道的時候 祂就被稱為拿撒勒人 耶穌 他們不去查考 耶穌其實降身是白利 他們認為祂是拿撒勒人 所以我的結論 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 他不接受 神作為他生命的主宰 他心裡 始終 是不得 安息 另外一點就是 黑暗雖然是猖狂 但是在絕望中 神仍然為人來傳流了盼望 哪怕是生命的過去 神卻為我們預備了死後的生命 永遠的生命 最後 雖然黑暗籠罩著當時的猶太的社會 但是主 他選擇在拿撒勒來長大 因為 他要照亮的 不僅是猶太人 還有外邦人 猶太人覺得 他在一個不好的地方長大 外邦人 卻覺得 耶穌與我們是很接近 因為 耶穌也是被視為一個外邦人 所以就成就了 《菲勒比書》第二章那裡所說的 他自己卑微全心謙卑 取得奴仆的樣色 成為人的樣子 與我們這些卑微的罪人來接近 所以今次的聖誕節 為何希律心裡不安 為何合成的百姓都不安 因為他們並沒有接受耶穌做祂生命的處在 聖誕節的平安在哪裡 不在我們各樣忙碌的活動裡 而是在我們心裡 接待耶穌做我們的救主裡 在《使徒行傳》第三章 第十九至二十節裡說 他說 所以你們應當悔改歸直 使你們的罪得以逃抹 這樣那安舒的日子 就必從主面前來到 主也必差遣所預備 給你們的基督 耶穌降落 這就是使徒所傳的福音 安舒的日子 真正的平安 是要我們在神的面前悔改歸正 承認我們的罪 接受耶穌做我們的救主 耶穌就將平安賜給我們 而且這個希望 這個盼望 不會因為人的殘忍 凶惡 人間很多的悲哀而消失了 神仍然是在處安排著 掌握著一切的事情 基督將會在內 羅馬書第八章那裡說到 我們今天等候著基督的降臨 來到屬回這個陷入罪惡 黑暗裡的世界 聖誕節的盼望 是我們仰望我們的君王 真正的君王 耶穌基督 我們一起來祷告 慈愛的天父 我們將榮耀歸給你 因為你愛我們 將你的獨身愛子賜給我們 主求你今天打向我們 每一個人的心門 接受耶穌做我們的救主 除去我們心裡的不安 我們心裡的仇恨 和我們心裡的憤怒 讓我們低頭苦服 敬拜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你必將安舒的日子賜給我們 願榮耀歸給你的名 奉耶穌的名祷告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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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們